大家好,我是瑋哥 我們今天坐海之星 去遙遠的地方找回行人 聽說昨天有遙 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海之星CG2的船 乾淨,校衛也不錯 海之星 船長是小黑 好,到現在可以找一看那個釣紅竿大隻的小黑 下竿 現在快六點了 還早了 所以喝喝酒 跟我們小黑船長聊天 聊聊天 互處心事 OK 就看大爹Q有沒有咬 先敲個底看看 因為今天沒什麼人可以敲一下 等一下就等待晚上的大咬 哇,泡公啦泡公啦 哎唷喂 哇,都這麼大啦 看一看 哇 七八八這樣 哇,又一八大 哇,爽啦 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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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有啊 七八八啦 好啦,腳腳腳 剛剛上來 哇 這個,荊棘的泡果 它射我 哇 好大 最近這個體型 哇 你看我的手這樣子 哎唷 這樣子 這個還算 中等喔 看一下,我們鼓勵 鼓勵 到底咧 看一看喔 泡公 哎唷 哎唷 哇 哇,這個都一斤的啦 你看到沒有 嚇死人 我好害怕它 哇 你看到沒有 一隻跟一個 一個那個 乾嘛湯一樣大隻啊 哇,這個一斤多了啦 每一隻都一斤多啦 嚇死人喔 哇 你看 都是大 震砲管了啦 這個趕快出來釣 這個釣 釣個二十條 就厚牙了 三十條 高舅他媽可以買船 哈哈哈哈 笑死我 真的大隻啦 現在教一個 分享一個新的釣法 現在已經有種一條了 但是呢 我希望它可以凹更多 所以我的這個 八卦呢 放鬆一點 但沒有太鬆 所以它就是 往下放 回去找我有種魚的那個湧城 因為我剛剛種魚的 米數是在大約五十米左右 所以呢 我大概放 放到五十五米 因為我的布捲上面有透抽嘛 把它放回去五十五米 因為布捲上面有透抽呢 會可以吸引其他同類一起 靠過來 因為他覺得這個地方有東西嘛 所以大概放五十五米左右 然後再往回收 來回的去拗魚 OK 這個是 一個小技巧可以分享給各位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成果怎麼樣 好啦 剛剛拗魚的技巧 好 上來了三條 種一條之後 然後放下去 又種了兩條 所以是三條砲管 最近的體型真的是大到嚇人 大家 數量不多 但是這個 這種體型掉個 二三十條 絕對回本 因為這種體型 基本上一斤都 快五百塊 所以 大家可以 試試看 試試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像這種 沒有流 然後又沒有浪 然後這個 透抽 這個 慾望 舊耳的慾望很低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啊 有的人會怎麼樣 就是可能 慢收嘛 像這樣 慢慢收 然後看到它 看到桿子上有這樣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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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其實這個 過程是很慢的 其實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 我的吊法 因為現在呢 就是沒有風沒有流 而且它這個 晃耳的頻率很低 有沒有 要靠海浪 晃耳的頻率很低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就是利用這個 收線 假設 今天你是這個 三尺 就是90公分的時候 那我們收的這個距離 一定要夠長 假設我們現在是這個 31米 那我至少會收 三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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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那布捲 有一個這個 瞬間快收的 感覺 好 我們試試看 然後來去觀察 我們釣竿 有沒有訊號 因為呢 透抽它有時候 舊耳慾望不佳的時候呢 它會怎麼樣 站你旁邊看著 它也很聰明啊 不然它不會長到像 這麼大 不會像長到這麼大 各位 這麼大的透抽 它也是很聰明的啊 頭竹類透抽是很聰明的 所以它 它不會那麼笨 它會在旁邊一直看著 假設說 發現忽然間它跑走了 它就會有這個 舊耳的慾望 我們再試一次 現在是27 我們收到24 再看看 有沒有感覺 這個順收上來的時候呢 它布捲會 朝這個 上 就是斜45度腳上去 那我們在停止的時候呢 它會慢慢慢慢擺正 通常就是這個時候 透抽會來舊耳 透抽會來舊耳 OK 這是示範給各位看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這個 舊耳的鏡頭給各位看 好 我剛剛跟各位分享是這個 上搜 上搜的這個 找魚的 就是釉魚的方法 那現在我們就是 改用這個 下搜的 往下的這個 搜尋魚的方式 那因為現在呢 我們大概到 20米左右 因為 我設定的這個 魚群的 範圍大概是在 40到20米 那我到20米呢 沒有魚咬 我就要往下搜尋 往下搜尋呢 應該怎麼辦 一個呢 是用這個八卦 讓它這個 慢速往下放 調到一個慢慢往下放的時候 這時候透抽會這樣子 斜下往 斜下的這個方式去走 另外一種方式呢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是放八卦 八卦的時候 必須要用大拇指去壓著 然後呢 瞬間放個 3到5米 我們試試看 25 好 假如我放到 30米 平一下 然後再去看這個 釣竿的反應 去釣 讓它擺正 讓水下的這個布卷 擺正之後呢 看透抽有沒有了解 等個大約 10秒20秒 因為呢 透抽都是在這個 有動作的時候呢 它的舊兒欲望非常高 好 好 假設沒有 好 現在是這個 31米 好 那我們放到35米 好 停住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好 因為呢 為什麼要看一下 這個我們往下放的時候呢 布卷會跟這個我們 濕柱 就是 濕條 大部分會黏在一起 喔 有沒有看到 有來了來了 濕條會黏在一起 但是呢 這個時間就是讓這個布卷去擺正 好 我們剛剛 下放的時候 就有透抽往下 走 好 所以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搖訊 好 就是這個 它的Q啊 好 它的這個觸續去打到 好 好 有一條 有一條 好 這個時候 有訊號的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 怎麼樣 來 注意看 我們就 慢速往上收 好 好 慢速往上收 代表呢 我設定的這個泳城 40米到20米左右呢 有魚訊 好 因為現在是 34米 我們剛剛從20米放到這個 35米種魚 好 然後這個時候 我從35米往上 慢收 好 不管它 種多少條魚 我都需要往上收 有沒有看到 小隻的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確認一下 有多少條 它回收的過程 有多少條 第二個 這個布捲跟 席條有沒有打結 我們要去解線 解完之後呢 你的 呃 種 種 綜合率會越高 OK 好 剛剛我們 慢收的過程呢 然後 種了 一條 大的砲管 這個 回饋的訊號非常強烈 所以呢 當你在30幾米種魚 慢收回來的過程 好 它就有可能 因為什麼 因為布捲上面掛了 透抽 然後呢 其他透抽看到覺得 很安全 它就會想要攻擊 就會有攻擊的慾望 所以呢 只要你送一條 兩條 不要阿太久 慢速往上收 這個過程當中呢 它一樣 會幫助有這個 鱿魚的效果 OK 喔 喔 你厲害 欸 大隻大隻 欸 欸 還有嗎 嘿嘿嘿嘿 好 現在風起來 這個 搖礦感覺 有加溫的感覺 三個而已喔 唉 三個而已啊 體型不錯 喔 體型不錯啦 要衝著 要吃大砲管 喔 趁現在喔 來自轉 好 喔 喔 就是 我